4月17号电影《宅女侦探桂乡》亮相北京电影节 举办了天才降生发布会 导演彭顺协主演王洛丹周云民亮相现场 当日影片首都曝光了宅女日记特辑和天才降生视频 并宣布定档7月24号暑期全国供应 电影《宅女侦探桂乡》是由导演彭顺指导王洛丹周云民 任大华联合主演的小妞侦探电影 发布会现场主演王洛丹周云民 首先和观众分享了他们在片中的角色塑造 一个是非常有魅力情商高智商低的宅女侦探 一个是情商智商都任性的刑警 两个人在一起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在当天发布会现场 宅宅和王洛丹现场被圆周率比智商两人不错的记忆力 获得了现场观众的点赞 最终王洛丹凭借不错的表现获得了天才的称号 宅宅周云民则凭借更胜一筹的情商获得了情胜的称号 虽然现场比赛毫不留情 但是说起宅宅周云民王洛丹可是珍惜的要命 因为据他爆料他可是F4的忠实粉丝 那个可以说吗 刚刚在台下我问你那句话 我是看着他戏长大的呀 当然了 就是他他是有偶像 然后呢也是我很喜欢 并且很期待合作的演员 所以这次能够跟他合作我真的觉得挺开心的 而且通过合作我还发现他身上很多闪光点 是我以前可能不知道的那种状况 嗯 当时啊 这次你最喜欢谁 我喜欢山菜 发布会最后导演彭顺宣布宅女侦探桂香 将于7月24日和全国观众见面 PBTV北京报道